大家好 我是牛亚糖博物館的奶油姐姐 现在就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牛亚糖 其实它是我们的公民糖 那为什么是公民糖呢 这个其实就是要提到我们的商洛 他之前梦到了文昌帝君 是与他的一个糖果 吃一吃去考试变连种三元 所以他会觉得哇好神奇的糖果 当然他也很努力啊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像我们一般人会提到说 拜文昌帝君通常都是在考试 参观选举会想到我们的文昌帝君 那这个部分呢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祭拜物品 除了我们常听到的菜头葱平菜 以及我们要准备的准考证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牛亚糖 就是公民糖的这个部分 那在我们的牛亚糖博物馆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祈福仪式 就是呢 你看到文昌帝君呢 要记得双手要合掌一下 讲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住在哪里 那这个呢 讲好之后啊 旁边其实有两只牛 那牛也代表象征智慧的意思 你可以摸四个地方 首先你可以摸它的牛头到牛尾 代表住是有头有尾此之以恒 摸牛胸代表胸有成竹 然后呢摸我们的牛蹄 就是祝福同学可以考试金榜提名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牛角 祝福大家都可以展露头角 那摸好牛之后 旁边也一个文昌祈福珠 诶 考试除了自己呢 自身的努力以外 最重要就是考试的运气 记得要把那个祈福珠啊 把它全部摸过之后呢 旁边也一个任由它的仪式 就是呢弯着身体 然后钻过我们的那个文昌匠 走过去之后啊 还没有完哦 它还有一个公银饮 然后你可以请你的同学啊 或是家人在旁边 帮你敲两声锣 那在敲的时候啊 要顺便讲一下 敲一声福气自然来 敲两声公银成就道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文昌帝君 它也是一个孝顺的海魔代表 也希望同学呢 自己也要做到孝顺父母亲 这样你跟他祈求了任何的事情 都可以很顺利的完成